那是2014年的時候 對 那首歌 我還幫你站台 對 你穿了一身紅通通的來站台 我那時候心裡就已經許下心願 希望有機會 能夠在你的這個演唱會裡面 擔任嘉賓 你不要走 真的是這樣 都沒有人要找我做嘉賓 如果沒有哭你這種朋友 我都沒有機會 站在你這麼大的舞台你知道嗎 我看到她的第一眼 是在星光大道 那個時候她參加比賽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這個女孩很像那個十七歲的我 其實我看到她的第一眼 我感覺如果我生女兒 就是大概這個樣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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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到 在乎起來的小聲音 一早感情的心在味道 好你動嘴來動笑我愧 我歡迎 胡璇亮 我最早出專輯的時候是 西元兩千年的時候 你別走 紫約就一炮而紅 不要講過去 那是2014年的時候 對 我最早出專輯的時候是 那一次那首歌 我還幫你站台 對 你穿了一身紅通通的來站台 我那時候心裡就已經許下心願 希望有機會 能夠在你的這個演唱會裡面 擔任嘉賓 你別走 真的是這樣 都沒有人要找我做嘉賓 如果沒有哭你這種朋友 我都沒有機會 站在你這麼大的舞台 你知道嗎 歡迎大家 大家好 恭喜 我是不是 該離開你 我不想介入別人故事 是不是 該離開你 我不想和別人分享你 我是不是 該離開你 我不想介入別人故事 是不是 該離開你 我不想和別人分享你 我看到她的第一眼是在星光大道 那个时候她参加比赛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女孩很像那个17岁的我 我常常心里真的想 这个女孩子如果有机会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香港了 所以没有机会碰到她 也没有办法访问到她 但我知道她除了会唱之外 她还会创作 其实我看到她的第一眼 我感觉如果我生女儿 就是大概这个样子 这样子啊 好开心啊